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前半段的内容 这段内容很有意思 在上次的学习中我们从一个视角看到耶稣正在做的事 那就是向假冒为善之人阐明天父对他们的看法 我认为这说明了为什么他所给的这些描述都带有一点卡通的味道 他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 这在希腊哲学当中当然是一个核心的元素 不是吗 要认识自己 但耶稣所教导的是你永远无法真正认识自己 直到你认识天父 并开始以天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为止 在伟大的基督教要义中 约翰加尔文一开头就说 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 一切真实且健全的智慧 都存在于对上帝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吧 他接着又说 这两个层面的认识实在不可能被切割开来 一旦我们对天父有所认识 我们就会更认识自己 除此之外 我们没有真正能够认识自己的方法 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与天父相交 为了能够认识天父 除非我们认识天父 否则我们无法真正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我上次又强调说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关键字就是 父 第五章的关键字成全 第六章的关键字 父 这么一来啊 当中的重点就呼之欲出了 将上帝作为父亲来认识 这个意义的精髓 当然是在祷告当中呈现出来的 这是第六章一到十八节的核心段落 六章一到十八节 希伯来文和英文在文学著作的写作方式上 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差别 那就是我们的英文写作有个倾向 就是层层递进逐渐深入 但是在希伯来文学中 人们通常是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文章的中间 这个呢 我认为 希伯来人的思维跟数学和排序之间 存在着一种关系 对吧 我们在社会学方面有注意到这一点 在圣经里也能看到 他们对这种范式的喜爱 以诗篇为例 诗篇的核心要素常常出现在整篇诗的中间 有时候甚至出现在正中间的那一节经文里 如果是我来写这段经文的话 我想我会先写施舍的部分 接着谈到纪律 最后才是祷告 所以我会纳闷为什么祷告位在中间 祷告的部分位缘在中间 答案是因为祷告正是最核心要素 你有注意到吗 耶稿接着在第六章5到15节中所谈到的内容 正是假冒为善的 祷告方式 与耶稿真实的祷告方式 两者之间的对比 要记得在路加福音里 关于主导文的赐语 路加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他出现的情境 也就是有些门徒对耶稣说 耶稣啊 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祷告 你也会教导我们祷告吗 他们为什么这么问呢 当然答案很明显 因为他们有听过耶稣祷告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像他那样祷告 在四福音书关于耶稣祷告的记载中 约翰福音第17章是篇幅最长的一段 既然约翰福音第17章反映的是 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方式 我们便无需讶异 为什么门徒会前来对他说 你能不能教导我们像这样祷告 在座各位 所以主导文的背景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如果我们是继承天父产业的子嗣 那是因为天父的儿子已经来了 为的是将我们带到天父面前 并且他说 当你来到父面前的时候 要奉我的名祷告 意思就是说 要以我家庭成员的身份祷告 这个真理其实正镶嵌在福音书深奥的神学之中 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将要受洗的时候 跟约翰谈论了些什么呢 约翰对他说 你不需要受洗 他回答说 你自己也说了 我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受洗 如此才能让这些罪人得以受洗归入我的名 这也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结尾所看到的 在约旦河这里所象征的将在十字架上成真 我必须受洗归入他们的名 我必须象征性地让他们的罪慢过我 因为我将在十字架上背负他们的罪 所以这个奇妙的交换正是福音的核心 不过这里的重点是这样的 这个奇妙的交换意味着 当耶稣提到洗礼的时候 这洗礼是一个家族命名仪式 在这个仪式中 我们的生命被冠上了主耶稣的名 这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内在的改变 对吧 我父母大概是在当地的一个户口登记处 为我办理命名仪式的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他的名字是辛克莱·富格森 这件事对我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影响 就像洗礼的水一样 都对我没有任何内在的影响 无论是用紫来水洗 或是用约旦喝的水洗 都没有任何差别 但命名仪式确实对我整个人生 产生了某种作用 他给了我一个名字 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 事实上 我母亲坚持以辛克莱作为我的名字 是出于家族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很确定没有人会给这个名字做任何缩写 我母亲很有智慧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蒙蔽了她的想象力 总之呢 这个没有对我产生内在影响的名字 在某个意义上 对我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每当我听到辛克莱·富格森 我就想全世界大概只有我叫这个名字 所以我会立刻回应 是我 那就是我呀 我无法把自己的名字想象成 约翰、史密斯或安格斯、麦克唐纳 同样的 耶稣也开始向这些门徒指出这一点 马太福音的结尾就是耶稣教导门徒 让他们明白他这是将他的家族名字赐给他们 如果他将他的家族名字赐给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带着这名字去到天父面前 正如耶稣自己去到天父面前那样 呼叫阿爸夫 在阅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罗马书第八章和加拉太书第四章很有意思 那就是对早期的基督徒而言 这似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即使他们住在一个讲希腊语的文化里 他们祷告时仍常说 阿爸 亲爱的天父 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西伯来人 而是因为他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而认识了天父 我们将要针对这个祷告进行两次的研讨 而这次的研讨只聚焦于一些普遍的观点 这个观点影响了我们祷告生活的两个层面 它影响我们祷告的态度 也影响我们祷告的方式 在新约圣经中 每当我们被劝阻去做某件事的时候 也总是会被告知 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 当新约告诉我们别做某件事的时候 也会告诉我们 有什么事物将会取而代之 19世纪有一位伟大的苏格兰神学家和传道人 叫做多马查莫斯 他有一篇极为著名的讲道 标题起得非常之好 叫做《新情感的驱逐》里 福音就是这样运作的 福音不是让我一个人尝试面对老我的情感 例如老我的假冒为善 而是产生新的情感来取代它 遏制它 使它消失 就像这里写的 例如耶稣说 不要像假冒为善者那样祷告给人看 不要像外邦人那样 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 若是如此 你虽然能得到赏赐 却永远无法享受祷告的果实 我有个朋友 当他还是神学生的时候 曾在一座小镇里寻找教会 他来到一间教会 刚好是一间长老教会 他前去参加晚间崇拜 他说当他坐下的时候 灯光就暗了一些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牧师沿着中央通道走了过来 然后就在会中面前弯下身子 呼呼敬拜 呼呼敬拜 他说光是那个牧师祷告的口才 就令他感到无比的震惊 是的 于是他想 这就是我要的教会 如果这个人如此认识上帝 我一定要来这里聚会 到了下个晚间崇拜 也是同样的仪式 同样的祷告 这令他大失所望 因为他这才明白说到底 他的目光被指向那个牧师 和他绝佳的祷告口才 但真正的祷告应当是 将我们的目光指向天父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至少那个牧师在前一个主日 就有得到赏赐了 这令人印象深刻 我还记得斯布珍在1880年 讲过的一篇道 他说他在报纸上 读到记者对一场崇拜的描述 这位记者在报道中写说 某某牧师的祷告是 献给波士顿会众的祷告中 最棒的一个 献给波士顿会众的祷告 祷告的试经时是什么呢 祷告的试经时就是 在祷告结束时 我们的目光是否聚焦于天父 我们带别人祷告时 他们的目光是否也聚焦于天父 或者就像苏格兰人 以前在祷告结束后 常对牧师说 牧师 你今天的祷告真是美好 人们的目光全放在祷告词上 放在牧师和他们喜欢的内容上 而不是仰望天父 并察觉进入到他的同在之中 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以及有他在 我们便得安稳 这是多么的奇妙 所以耶稣说 不要在公共场所祷告 要找个隐秘的地方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在暗中祷告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福 有时 人们会说 如果我们应当在私底下祷告 那为什么还要有公共的祷告会呢 你看呢 耶稣并不是说 你只应当在没有人能听到的场合中祷告 他也不是照这种原则行事的对吧 他经常在公共场所祷告 他曾在五千个鸡肠碌碌的人面前祷告 他也曾在门徒面前祷告 所以耶稣并不是强调说 祷告完全只能独自一人进行 否则我们就不会 在祷告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福了 这几个字表示 我们是与他人一起祷告的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 重点并不是祷告的实体位置 而是心的位置 与天父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 也因为如此 我们祷告的重点并不在于 祷告的字数 或是祷告的口才 或是祷告的音量 仿佛上帝耳聋 仿佛我们必须恐吓他 来倾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 耶稣说绝非如此 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 这个 不要没事堆砌此早 而是要定精于天父 定精于天父 当然耶稣这么说 是因为在你没有祈求以先 你所需用的 你的天父早已知道了 你常常会听到有人对你说 如果他在我祷告之前 就知道我需要什么 那我何必祷告呢 这问题的答案是 我们祷告 并非是要告诉他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祷告并不是因为 他有所不值 我的会众当中 有一位长老 有次在祷告会的时候 他这样开头 主啊 你肯定读过 今天早上的报纸了 借着为相关的事件祷告 我很确定 他这句话 并不止射神学上的意义 只是顺口说了出来而已 他是一名律师 这大概是他的思考方式 其实我们在祷告中所做的 是来到天父面前 并将他伸出的双手 放在我们的双手中 我们几乎就像儿童一样 试着将他的手 拉往不同的方向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他不会顺着我们的意思做 在祷告中 我们开始发现 他的手正往不同的方向移动 但他想要将我们 引到他的意图之中 并使用我们的祷告 作为管道 将他所赐的福 传播到世界区 我的妻子 陶乐新 跟我都知道 比较会开车的人是他 他大概是在七岁的时候 开始学开车的 这当然是完全违法的 他当时就坐在 他父亲的膝盖上 可以伸手摸到方向盘 他的父亲也会将手放在方向盘上 然后父女两人就这样一起开车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殊荣 上帝不愿在将我们带入到他的旨意以前 就成就他的意图 这当然是因为他身为我们的天父 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要抱持相称的态度 毕竟他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也要使用相称的方式来祷告 我们能够把祈求带到他面前 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 首先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他是我们的父亲 当我们向他祷告时 我们明白我们前来面对的这位父亲 是一位君王 也知道这是我们的殊荣 因为他是无限威严的父亲 所以呢 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 真正使我们在生命中感到欣喜的 并不是我们把他拉下来 到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层次 然后把他当作我们在高中三年级的好哥们一样 谈天说地 要知道 这份殊荣的到来 与这个惊人的事实有关 他既有无限的威严 同时又是我们的天赋 你看啊 这两件事之间的张力 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描述的 上帝的可谓 以及上帝的温柔 当我们掌握这两件事的时候 我换个可能更好的方式来形容吧 当我们掌握这两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在属灵的意义上开始感受到我们的肌肉受到拉扯 我们感受到喜悦荣耀和惊奇 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 对他说阿爸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面前 你拥有一切能力 一切威严 一切资源 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 你想要以天父的身份被我认识 也想要我把你当作我慈爱的天父来认识 当然 对某些人来说 这里有个问题 对吧 有些人会对你说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 因为我会想到我的父亲 如果这是我们的情况 那我们该对自己说些什么呢 这对许多信主的人来说 是一种格外真实的情况 因为在他们原先的家庭背景中 是经历不到任何恩典的 我们需要学会的是 我们不该以世上任何一位父亲 来推断天父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上帝父亲的身份 并且问自己 我可以在哪看到上帝父亲身份的真正样子 我认为许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都搞错了 他们查看自己的人生 看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事发生 这就像你小时候 父亲没把你要的东西给你 你就说 你什么都没给我 天父已将一切都赐给你了 他有智慧 他在乎你 但你却开始用这些方式控告他 以不正确的方式看待他 这个时候 你所关注的是你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说他不是个慈爱的父亲 所以我们针对上帝 在我们人生中的护理所做的解读 并不能被拿来当作依据 借以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父爱 但许多基督徒却说 万事顺利就是天父爱你的证明了 那么诸实不顺的时候 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并不是因为万事顺利 才相信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信靠他天父的身份 是因为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 并在他圣灵的恩赐里 将他拥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 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 第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吗 他用的是福音的逻辑 他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那我们便可根据逻辑做出结论 既然他为我们做了这件事 那么他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我们带来他所要给我们的福气 最终说服我们相信天父这爱的 正是十字架 正是借由十字架 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他面前 并说 天父 我奉耶稣的名 祷告 我奉耶稣的名